第一組球隊穿著紅色球衣 傳奇勇者雷霆的手裡 直接一個反彈球隊傳到了籃下 在籃下非常輕鬆的得到分數 這球守得不錯 提早踩到了 預測對方可能的一個行進的路線 直接先把這個路線給封死掉 這次是一個罰球線附近的跳投的距離 對於Vascos來講應該是還蠻架輕就熟的一個距離 拿到這出手 出手就近 看看利用這次的抄擊是不是能夠兌換成為分數 三分外線再度出手 要是一個三分球 Another three 保護了下來 但是在帶球的時候球也不小心掉了 還剩下33秒左右的時間 這球打手的聲音好像蠻大聲的 彩排沒有吹 但是Filler在後面拖車把這兩半給放進 第一場比賽是背號剛剛投進三分球的背號 11號的荒谷玉秀 他非常露臉的一場比賽 因為他三分球四投四中得到了14分 去製造對方的失誤 Jenny身高不到200公分 轉身就找籃框 又是一個兩分球 身上留著敲駕共和國協議的美國選手 嚴加看管才行 直接強攻籃下 第一波沒攻進 但是 Filler又拿到球 在法爾劍附近 想要靠擦板球沒進 這球抄得非常漂亮 對方又發動攻守轉換當中 把球送到禁區去 這兩分硬是把給放進的是 Josh Scott 宇都宮是怎麼樣對付千葉分射擊隊 空中耍了一下球進 高級動作 高級動作 所以我覺得川崎一定要想辦法去減少15 因為你給對方連續打進了這4分 這球打了一個時間差漂亮 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身體上面的一個遲疑 是白隊的40號 Scott把球給碰出界外的 但裁判把球判給了這個女毒公 這也沒話講 球撥了一下 詹程斯做了一個假動作之後 身路到禁區 選擇拋投 拋進2分 雙方又回到15分的差距 所以等於川崎忙了半天 在整個追分的表現上面 現在也沒有太明顯的進展 哎呀 這次傳球太大意了 漂亮的背後 運球 身材這麼高大 但是有這麼細膩的動作 Filler不簡單 因為基本上後面已經 他的後面已經沒有人在繼續保護籃框了 看看Filler 非常漂亮 雙手反 轉身之後拉高出手的弧度 在季後戰一直輸給 宇都宮的這樣的一個劣勢 這個紀錄需要有被打破的一天 看看有沒有辦法在今天 好球一個高低中鋒之間的搭配 宇都宮今天得分偏低啊 對他們來講應該是蠻習慣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畢竟不是靠得分 來贏球的球隊 好球 吉利 架 調整一下出手的弧度 這次的進攻籃板拿的這次 恰到好處 三分破網 雙方的差距也還沒超過10分 但是誰能跳出來得分的 Janice有沒有 有 Janice 比江導勝 非常優異的基本動作 球交進去 直接一箭穿新的傳球 到了籃下 哇 這球很傷 比江導勝今天打得 稍微比較含蓄的一點 三分外線這邊埋伏著 這個三分球 又是一個重要的三分 直接傳到籃下 好球 又是一次比江導勝的 非常精彩的傳球 轉移到底角的地方 這又是一個三分球 剛剛的你丟我減 70比83 李渡公在第一場比賽當中 八強的比賽 81比70打敗了對手千葉噴射機